看这边都是我们泰国福建社团联谊总会 合力的捐赠 我们苏晨智主席 泰国福建会馆 泰国福建商会 泰国全球技嘉联合总会 泰国实施同乡总会 去泰国实施商会 我们泰国福建会馆 林嘉南副理事长 捐赠一千双 好几拖鞋 给弱势清理 来自台湾同胞 20万台铸的 大米 第一批联取物资的男主 泰国福建会馆 顺心宫清水 祖师宫庙 一年一度的渝兰节 又到了 真的是时光荣然 这365天过得 真的是太快了 去年在泰国福建会馆 侠下福联宫举办的渝兰节 扶贫气困活动 丽丽在目 看今天在盛兴宫 每一年的渝兰社会 顺心宫和福联宫都会出行适应信仰房会 以及捐赠各种生活 品食品、食品、食品、大米等 给附近的困难与众 看我们的清水祖师宫 丽丽也换上了我们顺心宫妙产委员会的服饰 对丽丽来说 这是一份荣誉 也是一份责任 据我们盛兴宫妙产管理委员会的老人家会一样 我们一年一度的鱼盘盛会 至少持续了整整50年 每一年我们的生机养法会 及股品集困活动 都会席大量的民众来到现场 今天现场一共来了 3000多位民众 但是丝毫不要担心 我们妙产管理委员会 要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来维持现场的秩序 保障安全 可以看到我们会率先让老弱 敌财以及行动普遍的民众 首先离去鱼 等他们安全离开现场之后 我们才会正式开始 鱼的法宝工作 2024年8月11日 泰国福建会管辖下顺心宫 清水祖师宫庙 举办一年一度鱼兰节 适应济阳法会 和扶贫帮困扩动 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与优秀传统分化 还有纾困机 妈妈抱着脚印 虽然发育的泰国温度 已有所下降 时不时的新年还要吹来 行行 但是为了尽量减少 我们现场民众的等待时间 可以看到我们泰国福建会管的 各位首长都在紧挪密鼓的 加快手脚 快速补过 发完一批又一批 我们的红包用完了 它是现金 不会什么 那现在我们第一批 老弱病财 行动不便的人士 已经领取完毕 现在我们要扩大 整个的发放队伍 让所有需要帮助的民众 可以尽快拿到自己的物资 我们有一个进出的动线 我身后是进 然后我的面前是出 然后顺着动线就可以离开我们的 最新冬 清水 准备个料 今天现做现煮的饭菜 一人一带 庄介入永远荣誉女士长 好小的小朋友 还有我们自己桥领带来的小朋友 可以看到现场有许许多多的民众带着很小的小朋友 还有小婴儿来到现场允许日子 也有我们自己的桥领带着自己家的孩子 来参与发放女子 今天相信这就是中山鹰 德善者传善之家 并有名气 多年以后 这些被框祖国的小朋友长大承认 今天相信他们一定不会 令这一对社会做出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 那我们华侨华人的子女 一定会行着子辈 父辈的脚步 在住在国发扬祖籍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而不屑努力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 欧阳